過年快要到了 大家都會做一鍋滷菜 或者是做一些雞湯 其實我們知道這個蛋白質 滷煮只要超過兩個小時 它就會容易產生氧化膽固醇 氧化膽固醇對我們的心臟血管來說 是一個不好的 但是大家也不要緊張 這個古人大學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醬油跟冰糖的比是10比1的話 可以減少氧化膽固醇的產生 香港他們也做過一些研究 就發現你只要加入新鮮的蔥薑蒜洋蔥 可以減少這些氧化膽固醇 那我們滷一鍋肉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分成小份 然後放到冰箱去保存 然後每一次就拿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再加這個滷汁下去 然後記得加入新鮮的蔥薑蒜洋蔥 去給它附熱 這樣可以減少氧化膽固醇的產生